原标题 南海争议怎么解决 非外长的方案来了 与没收差不多就海外往3月27日原以环球时报消息 近日菲律宾外交部长特奥多罗罗亲在接受采访时 就南海争议和中美关系等方面发表看法 并提出了解决南海问题的方案 只是这份方案十分不同寻常 堪称黑色幽默 特奥多罗罗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南海到家问题或许能解决 或许不会解决 但是应该让过这一问题去追求互利共赢的合作 他曾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态 并且和当时正讨论的全球变暖问题说 我希望海平面上升 有一天能淹没南海上的岛礁 这样我们与中国之间的问题就解决了 不得不说 特奥多罗罗亲对中非关系十分乐观 态度也十分客观 不过让全球变暖 淹没岛礁争议 这个想法的确恨富有想象 对于南海问题的解决与没说差不多 解决南海问题的难点 在于各方的立场不同 与中国在南海存在争议的一些国家 基于南海丰富的资源和战略位置 这无可厚非 中国近了年来做了不少事情 比如和东盟国家加强信息共享 为彼此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制定符合各国利益诉求的南海行为准则 在中国推动下 南海问题稳步推进 有安和平解决 然而 搅动南海波兰的却是美国 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显然存在巨大差异 就拿中国来说 我们的立场是南海领土 主权不容谈判 这里面涉及历史因素 也有地缘对抗因素 从历史角度来说 中国遭受了近代以来 长达一百多年的屈辱 对于领土主权被侵略十分敏感 哪怕是一寸领土 中国也要保证其完整 所以按照中国的意思 在领土问题存在分析的情况下 最好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从地缘因素上看 美国一直想把中国 纳入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 而我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中国要扮演什么角色 美国说了不算 所以 这导致美国对中国缺乏信任和理解 进而造成美国的一些偏激做法 比如坚持自由航行 坚持南海不是中国的 而是拿中国海 从又各国一起向中国发难 于是 美国动辄派遣军舰和飞机 到中国南海海又进行军事挑战 海拉东周边国家与中国搞对立 刺激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焦虑感 试图构建一刀遏制中国的战略包围圈 但现在这些小动作统统失败了 因为中国的强大和友好 让南海国家意识到 只有和平才是戳路 所以 妥善解决南海问题 首要就是拔掉美国这个阻塞点 作者 龙香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 듣 托捭 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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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